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往生到极乐世界 个个都是上善之人 我们的心形不善 怎么能参与他们的法会 祖师大德们讲得好啊 心尽则佛图尽 清净心是最善的了 《金刚经》上佛有一句话 那也是清净心的标准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不取余相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六根借出外面境界 不受外境的诱惑 我们佛法叫不着相 不着相 现在人听不懂 说不受外面一切境界诱惑 大家能听得懂 那就是不着相 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当我们接触外境的时候 内心不会起贪嗔痴慢 不会起妄想分别执着 那叫不动心 这是清净心的标准 清净万能 无量发门 都是为这张诗曲 都是希望我们达到这个水平 最低限度 要把三佛完全做到 三佛里面包括十善业道 居足中介 不犯为夷 那才叫上善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争取一名的对象 换一句话说 受放祝福差图里面的善人 阿弥陀佛都欢迎 请他们到极乐世界去 心心不善 虽念佛也不能往生 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一个善与 阿赖耶诗里头下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而已 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 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 如果我们齐心动念 严于造作 与感应平 与实善业道相违背 我们就不是善男子善女人 佛在经上所讲的没有我们在里头 我们怎样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 怎么能够念佛法神 佛在经上跟我说的那么清楚 那么明白 西方极乐世界是主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 先要做善人 先要做好人 然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才能得神净土 如果我们的心形不善 达不到这个标准 你佛号念得再多 念得再好 还是夜后飘转无人酒啊 这个事实 我们要真清楚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说起来容易 可是 彻底明了其中的意趣也不是容易死心 但是 不明了意趣也能成功 那就是没有怀疑 没有架杂 没有间断就行 没有架杂 心善 念头善 行为善 没有丝毫不善架杂 你念佛肯定往生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祝上善人聚会一处 你是善人吧 善人将来到哪里去呢 当然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念佛能往生啊 我还嫌这个不好 嫌那个走 这是你心里夹杂不善 夹杂不善了 念佛往生就有了障碍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阿弥陀佛虽然慈悲了戒因 戒因还是有条件的 你本身心形不善 你念佛念得再前 你的愿心再恳些 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环境不相应 阿弥陀佛把你借进去了 你天天给别人吵架 天天给别人生是非 你不把极乐世界给闹翻了 你对于阿弥陀佛的潜在深厚 阿弥陀佛也不会因为你把极乐世界毁掉啊 所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本身的条件 我修一辈子 念一辈子佛 天天拜佛 天天念佛 到黎明宗时还是不能往生 释迦牟那佛是骗人 其实佛没有欺骗你 你自己错回来一死 真正习求西方极乐世界 丝毫无意都不可以有 这两句话就重要了 绝不可以说别人的断除 最好听都不要听 纵然在暗时 齐心动念的都不可以有些死 没有邪念 这个人自然就不会做我了 他一定懂 所以这个改过 要从心上开起 心不善 心不善 言语行为自然通通不善 心不善 那个言语行为装得在善 也是假的 也不是对 所以一定要晓得 从心地上去看 我们今天要想参加 上善之乐物 我们自己要具备 上善的条件 所以大家如果要 决心求神进度 一定要记住 齐心动念 也与造则 决定不能有 损害一切终成 不可以 不但不可以 有损害一切终成 有损害一切终成 事项 连念头都不能生 我们这个望念太多 怎么办 佛教给我们念 念头才生 如果这个念头是悟念 立刻用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 所谓不怕念习 只怕咀嚼 如果不能吃饭 立刻用阿弥陀佛换过来 如果善利益众生的念头 是可以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决定不可以 有自私自利 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 赶紧一句阿弥陀佛换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